各位看这个巨大车轮 它实际上是日轨 也就是太阳钟 而且是能够精确到分钟的类型 日轨的8条主要横杆 把24小时分成了8等份 每一份的时间是3个小时 而另外的8条小横杆 又把3小时平均分成2个90分钟 再仔细观察 车轮边缘还刻着一圈小珠子 这可不是装饰的图案 而是相当于时钟的分针 每90分钟之间 不多不少 正好30颗小珠子 也就是说 每颗珠子相当于3分钟 而且珠子够大 从阴影到底落在珠子的前端 中间还是尾端 可以精确到1分钟以内 此外 这个车轮日轨所在的地方 其实还流传一个 更加宏大辉煌诡异的传说 大家好 我是大胖 废话不多说 接着开篇继续闹 在1838年的一天 一个叫佛格森的苏格兰历史学家 坐船来到印度 船经由孟加拉湾驶向印度东湾最大港口 加尔各达港 在路过海岸城市普里时 佛格森站在船前边眺望 他远远就看到 甲格纳寺在普里市高高耸立 看上去就像一座白塔 甲格纳寺是印度教四大圣地之一 每年来朝圣的教徒络绎不绝 关于甲格纳寺具体情况 改天咱们单独再说 佛格森站在甲板上通过望远镜 一边欣赏甲格纳寺的建筑一边就赞叹不已 船上的印度水手就告诉佛格森 相传 在离甲格纳寺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座黑色寺庙 两座神庙一黑一白相应程序 是孟加拉湾最显眼的地标 曾几何时 也是孟加拉湾航行的船只们 惯用的导航地标 但可惜的是 黑色神庙早已经消失不见 佛格森就顺着水手所指的方向 用望远镜一看 只见地平线上 鼓起一座不大不小的山丘 被树木和灌木所覆盖 再定睛一看 只见树枝之间隐隐约约 有建筑物的影子 本身佛格森作为建筑学家 他建筑知识很丰富 看到这里心中一震 知道眼前的山丘内涵乾坤 好奇心虽识下 本就具有探险家精神的佛格森 在下船处理好手上生意后 就匆匆来到山丘探秘 这座山丘位于贾格纳斯 东面大约35公里处 四周被一片浓密的森林所覆盖 佛格森好不容易穿过 密不透光的森林 来到山丘的脚下 当他扒开乱七八糟的灌木 赫然发现 在荒草丛生的废墟里 居然耸立两座 造型相似的巨大岩石雕像 分别刻画着一头凶母的雄狮 致富一头右向的造型 雕像中间则是一座高台 大约有七到八米高 台积四周布满了精美的浮雕 最让佛格森吃惊的是 高台后面的建筑 这是一座曼陀罗形神庙 曼陀罗是一种佛教中常用的几何图案 可以是圆形 方形 或者是三角形 一般大都比较像俄罗斯套娃 一个套一个从中间向外散发 神庙建在基座上 连上基座 神庙离地面大约有四十多米 前面有七匹活灵活现的战马塑像 而神庙基座四周的围墙 则雕刻着二十四个巨大车轮浮雕 整体造型比较像是战马拉着一台巨大战车 战车后面还有一座更高的神庙 也就是孟加拉湾水手们声称曾经在海上能看到的建筑 可惜它已经被毁坏 佛格森对精巧的神庙建筑赞叹不已 于是就四处打听 到底是谁修建了这座金美绝伦的神庙 用途是什么呢 他打听来打听去 周围在附近的村庄里 找到一个叫巴巴扬的废陀占星树师 据这位巴巴扬说呢 他这一门废陀占星树 因为废陀占星树有很多门派啊 就是说他这一门废陀占星树 到他这一辈已经传承了几百年 巴扬阳告诉佛格森 这座神庙叫科纳克神庙 里面供奉的是太阳神 巴巴扬还讲述了 这座神庙诞生之初的传奇故事 话说公元13世纪 印度次大陆上 有一个信仰印度教的王国 叫东恒加 当时的国王叫德瓦 管理着印度东面 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 而北面则是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 其实是一个由 归一伊斯兰教的突厥人 在南亚次大陆 所建立的伊斯兰帝国 因为首都一直在印度 德里这个城市 所以被称之为德里苏丹国 强大彪悍的突厥人 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东洪加的地盘 德瓦国王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生怕德里苏丹 哪一天一抬腿过来 就把自己这个弱小的王国给灭了 有一个晚上 德瓦国王就梦到 太阳神驾着战车 直接闯入他的王宫 一路上催枯拉朽 眼看就要撵着他了 德瓦国王吓得大叫一声 从梦里惊醒 在印度教中 太阳神叫苏丽耶 是属于从印度教创世神之一 凡天的身体里所诞生 苏丽耶一生下来 就全身散发耀眼光芒 他每天乘着七匹 不带翅膀的天马 拉动战车 微风凛凛的穿过天空 苏丽耶寻游一天 就是太阳从东边升起 又从西边落下的过程 七匹马就代表着一周的七天 战车上有24个轮子 则象征着一年24次的越圆越缺 就在国王还在细细琢磨 梦境是极是凶时 突然传来消息 德里苏丹国果然派大军打了过来 这时 德瓦国王也来不及再想别的 立刻点兵出城行敌 那曾想 这一仗 德瓦就如同开挂一般 有如神柱居然把自己强大很多的苏丹军队打得爆头数串 赶出了东宏家 直到这个时候 国王才恍然大悟 莫非是得到太阳神的保护 所以我才能够超水准发挥 居然打赢了比我强大得多的德里苏丹国 国王想到这儿 就立刻下令 在境内修建一座气势辉弘的太阳神庙 让太阳神永远保护东宏家 于是他选定了孟加拉湾畔一块占地五平方公里的地方建庙 也就是今天的科纳克 神庙的总设计师叫马哈瑞纳 他是东宏家最出色的神庙建筑师 我们就简称为老马 老马说他自己的建筑知识是来自于一本古老的废陀书籍 书的年代已经不可考 老马只知道这是家族传承下来的 从现代电脑复原的图纸可以看出 老马的原初设计确实是美轮美奂 德瓦国王看了之后也是相当满意 顺便插一句啊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科纳克神庙 就只有这部分和这部分基座了 国王当时下了血本 都用国库里所有的银子 把箱子底都捣空了 用全国最好的石料 召集了一万多名最优秀的石匠 开始了建庙工程 但是这一修就没完没了了 老马带领整个团队勤勤恳恳的 在科纳克市一干就是好几十年 国王眼巴巴的望着 希望神庙快点完工 早点起到保佑疆土的作用 但奈何 神庙的工程量太大 工期是一拖再拖 这一建就建了十二年 神庙还是没有封顶 国王也怒了 你们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于是就下达命令 在今年太阳神节之前 如果再不完工 王马和他带领的所有工程师团队 全都要人头落地 太阳神节在印度又叫查哈特节 是每年的11月8号至11号 印度教徒们会在水中 朝拜感谢太阳神苏利耶的赐予 并且祈求来年的幸福安康 但老马一算时间 离太阳节就只剩十个月 吓得冷汗之冒 就赶紧带团队 没日没夜的赶工加班 996古代也有 到了11月6日 离太阳节只有两天 终于也干到了最后一部工序 只要在神殿主塔上 安上一块叫克拉莎的顶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克拉莎是什么呢 它是由大块岩石组装而成 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神灵和神兽 是印度教庙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克拉莎寓意代表着神界与人界的沟通 但无论团队怎么努力 这个顶始终没能装上去 老马简直快疯掉了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离太阳节只有两天 怎么着难道要功亏一篑 全体工匠和自己都要放身在这里吗 老马愁得简直一宿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上 他揉一揉眼睛 赶紧还得去工地监控 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 谁呢 是他儿子小马 小马当时只有12岁 但是极端聪慧 他因为思念父亲 就偷偷的跑来工地探班 老马见到儿子后 是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是因为赶工 好久都没有回家了 难过则是因为很可能 今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于是老马就先带儿子 参观所有的建筑 在看到放在地上的克拉莎时 小马当时就站住不动了 小家伙仔细打量一番后 就指着一个部位对父亲说 这个位置不对 如此这般切割一番 应该呀 这个顶就能装上去了 老马一听 再仔细一琢磨 还别说真有道理 我之前咋就没这么想呢 于是父子俩 立刻就冲进车间工作起来 几个小时后 克拉莎终于成功的 安装在神庙顶上 工匠们呀 都兴奋的欢呼起来 大伙的脑袋终于算保住了 兴奋之余 老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就很奇怪的问儿子 说儿啊 你是从哪里学到的建筑知识 怎么我都不知道 小马怯声声的回答 老弟 我说了呀 你可别揍我 就是你那本藏起来的宝贝 废托书 其实呀 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同样是这本书 小马领会到他父亲 都没有领会到的玄机 整一个天才了得 但是 天才儿童小马的结局 却很悲催 因为这个任务 他不是靠时空团队自己完成的 为了不让国王知道 小马就出了个 谁都想不到的主意 为了防止国王耍赖 小马直接跳海自杀了 牺牲自己 拯救团队 神庙建成之后 成了蒙迦拉湾 最耀眼的建筑之一 但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 这段时间所有的建筑 几乎都被入侵者给毁坏了 只剩下曼陀罗行的神庙 和前面的台积 再后来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佛格森听完巴巴扬讲的这个故事 就有点不以为然 再怎么说 一个12岁的孩子 不大可能通过学习一本古书 就能够拯救一支成熟的建筑队 巴巴扬一看 他不信 也不说什么 就转身走开了 佛格森自从发现了 柯纳克神庙之后 就经常来拜访 学习神庙的建筑风格 但奇怪的是 瑜伽行者巴巴扬 佛格森发现 他也经常来拜访这座荒废的神庙 而且经常是 在那个车轮的浮雕面前 比划一下就走 想来 他肯定不是说 是来学习建筑知识的 佛格森就非常好奇 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个巨大车轮 竟然是日轨 也就是太阳中 而且是能够精确到分钟的类型 巴巴扬向他解释说 日轨这八条主要横杆 是把24小时分成了八等份 每一份的时间是三个小时 而另外的八条小横杆 又把三个小时平均分成两个九十分钟 再仔细观察 赤轮的边缘还刻着一圈小珠子 这可不是用作装饰的图案 而是相当于时钟的分针 每九十分钟之间 不多不少 正好三十颗小珠子 也就是说 每颗珠子相当于三分钟 而且珠子够大 从阴影到底是落在珠子的前面 中间还是尾端 可以精确到一分钟以内 佛格森听后震惊不已 在神庙学习这么久 压根就没想过 神庙还有这种奥秘 瑜伽行者接着说 日轨的方向和英国人的钟表 是反着来的 最中间这根红杆 是代表着凌晨十二点 旁边这根是凌晨三点 这根是凌晨六点 以此类推 当要看时间的时候 只要把手指放在车轴中间 影子就会落在边缘的珠子上 就能够准确的报时 佛格森听完还有点不幸 就跟巴巴扬说 要不然咱们试一试 报一报时间 看一看这个钟 它到底准不准 巴巴扬就说 试试就试试 谁怕谁呀 佛格森就赶紧拿出怀表 请巴巴扬报出当下时间 巴巴扬毫不犹豫 把手指往这个车轴上一横 观察手指在浮雕上 所涂下的阴影 立刻就报出时间 三点十五分 佛格森低头一看表 果然是一分都不差 服了 这回是真的服气了 巴巴扬还接着说 神妙的二十四个车轮子中 只有两个是日轨 是太阳中 那佛格森就好奇的问 剩下还有二十二个 是做什么用呢 巴巴扬微微一笑说 这是废陀占星树者要保守的秘密 对不起还不能告诉你 说完 拖也不回的就走了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这剩下的二十二个车轮浮雕 所代表的意义 仍然是个谜 佛格森在回到英国之后 写了几本书 介绍印度的建筑 其中就着重介绍 科纳克神庙 佛格森在最后写道 神庙更多的奥秘 现在还无法探知 也许那一位废陀占星术师的话是对的 老马和小马 是从古老的废陀书里得到智慧 才完成了这座不可思议的建筑杰作 事宜说 剩下二十二个车轮的意义 各位觉得 巴巴扬是不肯说呢 还是说他在吹牛 其实他也不知道 对此各位是怎么判断呢 还请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我会随机定期 出取观众赠送小礼品 好 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本期内容 还麻烦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一定要长按哦 非常感谢 下期见 拜拜了 您嘞